跟這個題目類似 有人是假乳蛋 我們現在是抓魚 可是有類似的狀況 第一個問題是問你 為什麼東西緊緊的抓住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容易掉下來 你改變了什麼東西 所以它不容易掉下來 你改變了什麼 所以它不容易掉下來 然後呢 為什麼如果是冰塊或者是魚 它就很容易溜掉 那是因為什麼因素影響造成的 是什麼因素影響造成的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緊緊握住它不容易掉下來 為什麼緊握它不容易掉下來 我們應該要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No.7 7.2 為什麼緊握你改變了什麼 所以不容易掉下來 我改變了最大肌膀差不算錯 因為我改變了什麼 所以最大肌膀差不一樣 蛤 最大肌膀又弄摩擦力啊 因為我改變了什麼 所以最大肌膀差不一樣 他不算講錯 講清楚就好了 不知道 你要不要講清楚一點 請坐 沒有改變了正向力 可是我用力握的時候 我的垂直中力變大 我的正向力變大 所以我的最大肌膀壓力變大 如果你沒有超過我的最大肌膀差 你就跑不掉 跑不掉 OK 那問題是如果我抓的是魚或者冰塊 它就比較容易滑掉 那是什麼因素影響呢 它是什麼因素在影響我這件事呢 蛤 它是什麼因素在影響我這件事呢 蛤 帥哥哪有嗎 有三十 三十 誰 欸 抓冰塊或抓魚 它就比較容易滑掉 是我改變了什麼因素啊 比較滑 比較滑 講點理話的你講法好不好 我改變了什麼 我差力比較小 廢話 我改變了什麼 所以我差力比較小 講點理話講個方法好不好 接觸面性質光滑程度 請坐 因為表面比較光滑 接觸面性質改變那個 高中的μ啦 那個μ0啦 那個μ改變 所以呢 最大肌膀壓力比較小 所以它就比較容易滑掉 就是 問 我們的 這個 狀況 請你了解一下 OK 最後 動腦時間臨時 他說 有一個裝滿物品的櫃子 就不容易推動 把東西拿出來 就容易推動 請問你 你改變了什麼東西 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 這一題是聯考題考過的 聯考題就這樣子問 這個情況跟那個情況發生什麼事情 OK 請問你 你改變了什麼因素 什麼結果 而造成這個容易被推動 或不容易被推動 OK 我們要找 十四號 正向力 請坐 最大筋摩擦力跟正向力成正比 在這一題裡面的正向力就是物重 所以裝滿東西的時候比較重 所以正向力比較大 所以最大筋摩擦力比較大 要超過最大筋摩擦力才會動 所以不容易推動 東西拿出來之後 東西拿出來之後重量就變小 所以最大筋摩擦力變小 最大筋摩擦力變小 最大筋摩擦力變小 所以就容易推動 就是我們透過我們動腦時間03 動腦時間04 讓各位再重新熟悉 了解一下影響到最大筋摩擦力因素 有兩個 第一個是正向力的大小 第二個是接觸面的性質 同時我們要再一次跟你強調 跟接觸面積的大小數官的 跟面積數官的 就是我們的動腦時間03跟04 OK 然後我們要跟各位講的是 摩擦力的利弊 有的情況下我要利用摩擦力 有的情況是我希望能夠減少摩擦力 這也是考試有一種人會問的問題 下列哪些是為了增加摩擦力 或下列哪種是為了要減少摩擦力 這個我們人可以往前走 車子可以往前走 這都是因為有摩擦的關係 因為地面有摩擦 所以我一蹬然後就可以有一個往前走的力量 你看到電視電影上也那個車子在 泥巴上打滑有沒有 輪胎轉了半天也不會往前走 因為你沒有摩擦 沒有摩擦 沒有摩擦 所以我要靠著摩擦我才能夠前進 才能夠往前走 就是我需要利用摩擦力 所以我們有些紋路 輪胎會有些紋路 但這紋路還有別的用法 幫他排水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提供了摩擦 那紋路也會想要有排水的功能或怎麼樣 所以告訴你說真的 如果紋路都磨光了 沒有不夠深了 就趕快輪胎要換掉了 我會容易打滑 會發生危險 這是我希望利用摩擦力 但是我也可能是要減少摩擦力 因為摩擦就會阻礙 就會不讓我動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個減少我機械的效能效率的東西 所以它會損耗我的能量 所以我希望它不要有少一點比較好 所以比如說我們用什麼軸承 有滾珠 有輪子 我們把它做成圓圓的輪子 用滾動的這樣摩擦力就會比較小一點 那裡面有一些鋼珠 軸承 用這些東西 可以讓我們摩擦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是我為了要能夠減少摩擦的 減少摩擦的 所以 有些時候我是希望有摩擦 有些時候是我希望能夠減少摩擦 就是摩擦力一些利弊的情況 OK